本土 民主 反共 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普羅政治學院將於2016年 全力推動公投制憲運動 現於2016年3月31日 舉行公投制憲運動籌款萬言 VIP席一席12位 每席3萬元 一位席卷2500元 普通席一席12位 每席7200元 一位席卷每位600元 席卷購買方式 请参阅myradio.hk 育扣重促 多谢各位支持 第四節的大香港早晨 今天想說說Staffy和 方力申分手 我也奇怪 這件事竟然可以引起麻煎 麻煎 是啊 我是不明白 為何這件事可以演進到一個討論 就是說 譬如是 大家關注了這兩個人的分手 不要關注其他社會議題 譬如有些人會覺得 譬如有些人會拿出來說 他們倆分手 有多麼大件事呢 那是不大件事的 我認同是不大件事的 我甚至覺得他們沒有分手 那是 不是啊 他們一向都是這樣的 我認識他們不說 但是 他們不敢 但是 我奇怪的地方就是 有個討論下去 譬如昨天發生了兩件事 一個就是他們宣布分手 當然 他們分手 然後 太陽娛樂幫他們出一個聲明 那件事是很刺激的 我覺得 分手 就是 是誇張的 誇張的 由公司出聲明 我覺得是很少見話 不是很少見 但是他們還沒到那個級數 是的 我必須很坦白地說 我必須很坦白地說 然後公司出了聲明 然後鄧麗欣又自己寫了聲明 鄧麗欣識字的 這件事就厲害了 他出書的嘛 是 出書一會兒再說 鄧麗欣又寫了聲明 又寫一些 幾名文藝康的東西 希望大家繼續相信愛情 那些 你分手是不會 你們的分手是不會令人質疑愛情這件事 你們不是現代愛情的代表 有人在那裡眼濕濕 有啊 我看到人 但是我也理解 因為他們是有粉絲的 是的 很坦白地說 他們現在不紅了 但是他們曾經是紅的 他們紅的時候也很紅 他們也不只紅 也不只紅 也不只好紅 但那時候Staffy出來是少男殺手 是的 那個icon 因為那時候少男殺手這個位置是懸空的 然後Staffy就出來了 然後就籠落了一堆的少男殺手 然後我說不是啊 這位是美女 梁詠祺才是美女 然後就沒有人跟我說話 但是他還沒去到一個時代 還沒去到值得分析 但是 你說值不值得說這麼大的事 那是沒有的 這些東西是 那你現在有什麼娛樂新聞呢 他們叫做稍微被人 稍微被認得一點 那都是比較有名的螢幕情侶 那其實 但是聽完之後 當然啦 你可以去討論 就是有些很誇張 你說 那些十年情很可惜 其實他們宣佈了公開關係 沒多久了 其實 被人偷拍到的 你都不知道他們 那一零年才公開而已 他們是放了 你以為什麼 但是今天那些蘋果 很多很多娛樂版都是做C1C2的 現在蘋果是做C1C2 蘋果簡直是兩版C1C2這樣做 不是啊 這樣不奇的 這樣不奇的 因為你現在都沒有其他娛樂新聞 你現在有什麼在娛樂上面是值得說的 上次我看到有人談論Facebook 就是一些戀情 洗版 要麼就是Selena Selena Chi的那個離婚 SG這樣 然後再早一點就是一版毛 一版毛利光雅 被人偷拍到他去 高小的 沒有了 也有一點 也有一點 很輕的那個 那這個跟完之後 大家就在那裡去 我覺得很奇怪的 就是落入了討論 就是說 說這些東西 他們分手關大家什麼事 為什麼大家不關注一些重要的東西 例如是李慧琼辭行會 或者是 甚至乎是 昨天的這個選管會諮詢會 那些這樣 那 有一個角度 大家就說 這兩個人分手關大家什麼事 不是我想說 娛樂圈所有的東西都不關你的事 那 娛樂圈爭產關你什麼事 娛樂圈爭產關你什麼事 所有娛樂新聞都是不關你的事 其實 這個娛樂圈有什麼新聞是關你的事 我真的不明白 那 就算有誰出了一張新唱片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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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他的事 那不是你的事 就是 不可以這樣 我覺得 不可以太mene 對這個世界 很奇怪有這樣的討論 還有就是 你說那件事 值不值得炒得這麼大 這個是沒有的 這個是結果論來的 市場覺得值得炒得這麼大 那就炒得這麼大 大家覺得 有些東西去share 有些東西去講 那就去講 那些 有些人很軟識 當然你可以覺得 沒有什麼值得軟識 就等於我講 其實你說他怎麼樣 很長久 那 都不知道是不是 其實 你說他們一起拍拖 拍了十年 其實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人家的生活 然後 你都可以 但是你都可以 但是又這麼說 正等於之前 什麼 之前 黃菲 不是啊 之前另外那個 什麼 黃翠如 還有什麼 黃永成 黃永成 直接沒有 直接都不知道有還是沒有 然後捕複足蹤 已經有很多人可以去 投入感情 然後就說 有一種愛情叫黃翠如 對 有一種愛情叫黃翠如 不知道什麼 有一種女孩叫黃翠如 你知道嗎 每個人身邊都有一個黃翠如 那些 那個是投入你自己的移情作用 那 沒什麼的 娛樂新聞就是用來這樣用的 娛樂新聞社會上的作用就是這樣用的 我覺得沒有什麼值得很爭議 但是 當然 有些人又會覺得 那件事不值得炒到這麼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那個世代的問題 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 方力申和鄧麗欣是誰 例如你的學生 我的學生 你的學生是不知道方力申 大概知道鄧麗欣是誰 大概知道鄧麗欣是誰 大概知道好像是有些這樣的戲 但其實大部分都沒有看過 是啊 電影全都沒有看過 是啊 就是過戲女性 那是 那是 那 都反映了一個狀態 就是 其實 其實他們就是處於那個世代 就是他們紅過 但是 又沒有紅到足以成為一個 天皇及文化icon 又沒有紅到足以令人想起一個時代 留不到什麼的記憶 比如你說問我的話 代表不到什麼 MK愛情系列 不是 你說MK愛情系列 但是如果你說比我 我會想起 當然百分百系列那些 那這個年代問題 那這個年紀的問題 你說的那些東西都是沒有歷史的價值 不是 但是 但是我其實這兩代我都橫跨的 但是我想去到這個 譬如那個MK系列電影 我看完這些劇情 我不是很記得的 但是我百分百我也記得的 那你那時候年輕一點 那是跟你看的 年代有關係 是啊 是啊 你那時候剛剛青頭 勇平你可以這樣說 還有一些 亂來做一些幻想的 是啊 雖然我們都 我們各個層面 譬如我們是 我們很多朋友都是政治宅 我們很多層面都會在政治的角度去切入 但是我們又不能夠拿同一個標準 要求世界所有的人 這樣 那就是我的角度 我的角度就是這樣 這個其一 好了 其二就是什麼呢 其二就是先說一些八卦的事情 好 延伸就是 我是有資格評論這件事情 我有資格評論這件事情 因為我有些八卦的事情 我有些八卦的事情 就是 其實借著鄧麗恩的故事 都可以去教育一下大家 就是 就是 就是怎樣自己炒作 不要死衝 不是 就是做人真的不要得罪人 我告訴大家 不要得罪人 真的不要得罪人 就是這個 鄧麗恩有幾樣東西出名 鄧麗恩就是 他之所以會紅 他是 他最初Cookies出道 然後Cookies由九個變四個 然後 後期跑出的是幾個 就是吳宇飛 他 傅榮 還有 Micky 然後他因為有幾套戲 都叫做 叫做 有一點爆冷的Hit 就是以小本經營來講 算是賣座 就是他跟 獨家事愛 方來新的幾套 《十分愛》 《獨家事愛》 那些什麼什麼愛的戲 然後 其實去到一個點 去到一個點 就是 另一個 很開關於鄧麗恩的新聞 就是鄧麗恩出書 鄧麗恩出書 也因為 那段時間 很多 藝人出書 就是《十分愛》 剛剛興建的那些 還有《十分愛》 還有《十分愛》 那些《十分愛》 就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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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就是 書的市道 也很靠這些東西去炒作 也因為 谷書剪書 所以鄧麗恩出書 其實也挺有魂的 他那時候也挺上升的時候 無論他的戲 大家都覺得這些怎麼買 嘩 這麼好賣 那些 他2006年就出了《不要忘記》 出到第四版 然後 一出書 就是 出那本書 又是大家覺得 怎麼可以的 怎麼可以的 那些 那些 但是那本書一出 嘩 你到底只是在書展 一個書展賣十萬本 是啊 那一刻無理 一年的暑假變了才女 那就超誇張 超誇張 但是 這個故事就是教訓我們 就是不要得罪人 就是不要得罪人 那往後 其中一個幾大的負面新聞 都是源自於他出書的 其實就是他出第二本書的時候 就是第二本書 因為第一本書買得很好 那第二本書照計都會很好 那都會成為書展的焦點 但是第二本書 扶你的街 就成為一個經典的 一個經典的 就是令到他變成一個 這個真的留下了一個時代 就是那本書錯誤到無力 錯誤到無力 那本書有三十三頁的 但是三十三頁裡面 就有過百個初字 是啊 過百個初字都不是最嚴重 過百個初字都不是最嚴重 而是整本書一通篇 是不知道寫什麼 那些字 那些詞語 好像小學生作文那些 那些詞語 對於梁振英那篇很多 好了 那大家就會奇怪了 大家就會奇怪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於是有些比較熟行老的人 就是屈罪了 他不懂得寫書 當然了 但是錯誤這些東西 編得好不好 編得順不順 當然是跟編輯有關的 那編輯為什麼不跟他編呢 原因就是這樣 原因就是在這裡 就是第一本書他出的時候 就是他變得挺聽編輯講的 但是已經是相當麻煩了 麻煩的意思就是 我要這樣 我要這樣 因為第一本好賣 到第二本他真的覺得自己是才女 真的覺得 認識 我真的覺得自己是一個才女 是人來的 然後人家叫他改 有自己的風格 然後人家叫他改 不如這樣好一點 那些編輯都會很客氣 然後說 如果這樣 這裡這樣寫會不會好一點 我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你這樣扭曲了我的原意 我意思不是這樣 我這樣寫就要這樣出 然後就生氣上來 你說這樣寫就要這樣出 那連錯字都出 於是便出了一本這麼精細的 這麼精細的 這麼精細的 這麼精細 這麼精細 不是能化 不是能化 純粹交給你搞 你說這樣就這樣 所以做娛樂圈 還有搞政治都是 我借這個機會提提你 這個就是 因為Staffy 其實我跟Staffy 都叫她有個 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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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人其實沒有什麼 她的人就沒有什麼 但是她就 不是當時 不是很有娛樂圈的歷練 什麼叫娛樂圈的歷練 就是譬如沒有經過一些很大的公司 土木人行那種的歷練 就是譬如 而且TVB的藝術是絕對不會這樣 不是因為他們人品好 有教養 不是說這件事情 我也不是說 不是說數說Staffy 是臭品還是什麼 而是有時候 這個世界 任何人都不能得罪 在TVB 以前在TVB的年代 經常都有一個教誨 就是 斟茶的人都不能得罪 你怎麼知道她是什麼崗位 你不敢知道 還有最後出來是你的 你現在作為政治人物 你都要寄予一件事 你最後出來 那件事是歸於你的 但是你那件事是很多人參與的 你得罪了燈光 你就夠糟糕了 是啊 打個燈 你得罪了燈光 你以後就沒有燈的了 你得罪了攝影 你得罪了PA 喂 她幫你抹著褲子都可以整鼓你 每一部分都可以整鼓你的 每一部分都可以咬亂 每一部分都可以搞到你 所以趁著現在大家都在討論這件事的時候 我就把那件事扭在一個有公共性做人的教育意義 我們要以這個故事為教訓 誰都不要得罪 生平的故事 你會覺得你自己是才女 我不是說他囂張壞性 但是你出了一本書賣爆 但是一下子賣爆 還有剛才是跟Model 跟Lammo對陷 那你自然是有自信的 你有自信心不奇怪 但是有自信心都要知道 不要太狂妄 不是 他也不至於狂妄 但是你要知道 很多東西達成出來 是很多人在你身邊去建構出來的 不是說哪個功勞多哪個功勞少 不是說這件事 而是誰都可以拯救你 如果你在TVB生活過 就一定肯定知道這件事 是的 或者你在大機構 尤其是娛樂機構 你在這些環境做過 你就會知道 任何一個人你都不可以得罪 因為任何一個人都有權搞死你 就是譬如 我想說陳秀偉也做過類似的事情 陳秀偉做過類似的 就是被人搞死你還是被人搞死人 不是 陳秀偉是做編輯的 然後他又遇過那些很麻煩的作者 然後你 然後他不需要整股你的 他不幫你做某些事 他有夠你就可以了 他有夠你就可以了 就是不會再幫你去想好一點 陳秀偉試過出一本書 有個有錢人出書 然後寫自己的經歷 各樣東西 然後有一段寫自己 那本書是講學駕飛機 講那些不好笑 講那些不好笑很簡單 他不就是寫那些 學駕飛機就講自己的天花龍 大過駕就打著 不就好像拖舞亂說那些 然後陳秀偉覺得 這樣寫好像不太好 涉及到別的單位 然後就提出意見 這樣寫就要講一講 然後又是那些 又是好像Staffrey 我不是那個意思 你都不明白我寫這段的意思 你根本不明白那個意思 然後陳秀偉覺得 咦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那沒有了 那原文照錄 然後他就被人告那本書 告誹謊 是啊 被飛機會告誹謊 怎樣 然後 然後所有書 都在周間埋殺 然後所有書 本本都在去做 全港回收 全港回收 要整段的 拔走出來 要整段是拔走出來 就是人肉的拔走出來 不是吧 然後再回家買 好笑 然後其實等於是不用買的 然後又要告誹謊 又要中誹謊 等等 那陳秀偉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陳秀偉沒有弄你 沒有 陳秀偉也是聽你的意思說的 就要靜忠職責 你說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那照落 那照落 唯有照落 尊重起你上來 是不是 那你大卵獲的 大卵獲的 所以就是 借這個機會 就提醒一下 大家都 我太有這樣的跡象了 你啊 我啊 我啊 你啊 我沒有禮貌 你有這樣的跡象 那是有點 不是說 都不是說Staffy 好不好禮貌的問題 不是那個人好不好禮貌 有時候是那些歷練 可能差一點點 就是 作為一個 勵志的小故事 那就是分享一下 那我們是 去到節目的最後 那就是 你們又忘記做投票了 我知道你是這樣 我中途才想到 是嗎 就是沒有了 你說話浪費了 那我們最後重溫一下 因為鄧麗欣 而帶來一個很出色 曾經瘋魔一個時代的二次創作 雖然我知道你們沒有聽過這首歌 你們沒有聽過原曲 也沒有聽過這個二次創作 但是 當年這首歌都挺Hit的 在網絡上面 因為就音的關係 在網絡上面挺Hit的 那我們播放這首歌 今天節目就到此為止 我們今晚的二位政治再見 拜拜 拜拜 每位600元 借券購買方式 請參與 myradio.hk 欲購重速 多謝各位支持 MINGDOM MINGDOM